我是贝尔小浪 我的飞机意外失事坠入大海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 我要带这片海域生存下去 太阳都已经这么高了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 看来我昨晚睡得很沉 这是昨晚烤的鲨鱼肉 现在可以当做早餐了 这看起来已经熟透了 嗯 口感不错 好吃 这里应该又是一个岛屿 看起来比较大而已 不过这里随处可见好多资源 我今天先在这里搜索一番 这附近的资源真是不少 看是二十九 他跑还挺快 卧天有蛇 在哪里 走边这里还有 内路好危险 好多蛇呀 我只前进了十几米而已 看来我只能在岛边上转转了 我感觉还是沙滩比较安全一些 等等 过天 海里有大鲨鱼 看他们的外表像是吃人的虎沙 在海滩跑了半天 我觉得口吼的厉害 光喝椰子肯定不行 我决定做个挤水器 用这蓝色的塑料布 再来几块石头 这样织起来 减硬的挤水器就做好了 这可以用来收集蒸汽淡水 都下午一点了 我感觉有些饿 嗯 先吃点椰肉冲冲鸡 真不错 吃饱喝足 我决定到附近的沉船看看 看是铁桶 还有轮胎 这铁桶可以做烤炉 我觉得比木制的烤架要好 这轮胎可以造船 府里肯定要比木船好 这里还有个箱子 还好不是空的 哦天 好多轮胎 看来我要发财了 哇 这么多 我可以造个大船了 这附近还有鲨鱼 等我回头再去吧 今天我要来炖大闸蟹 美美的吃一顿 我还专门做了一个烤炉 烤出来的螃蟹肯定又脆又香 嗯 蟹肉的香味散发出来了 好久没有吃到了 真好吃 今天我只探索了一点点地方 内陆蛇太多了 海中鲨鱼也不少 随处可见的危险 让我不能继续深入探索 不过 这个大岛屿的资源太丰富了 我觉得生活越来越充满了希望 今天收集资源有些累了 我要休息了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